大家好,我是13N 那我之前在PO解封的時候有很多人問我說 有一些特殊的畫面是怎麼拍的 那其實解封那支影片 有一些 當然第三輪車畫面是我老婆幫我拍之外呢 其他是比較看得出來比較近 跟車比較近的畫面基本上都是自拍 都是利用360相機 那其中一個我覺得最酷的畫面 就是直接在車子後方加一個自拍感 大概這麼長的自拍感 從車後方這樣拍過去 非常像打電動一樣的感覺 那其他畫面主要都是加在鏡子上面 然後拍前跟拍後 因為我自己在用360相機拍攝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玩那麼多花俏的特效啦 因為我拍片的時候我覺得有些拍的畫面 跟你的主題跟你想要講的東西要有些符合嘛 有時候太多花俏的東西會讓人分心 這是我的感覺啦 所以我在拍攝就因為我使用過程上 除非那個特效可以幫助我傳遞我要的訊息 不然的話 基本上我都是利用它當作個 全景相機就是 都拍全部都拍 然後前後再自己做擷取這樣子 那我想說剛好藉由這個機會來講講OneR的使用心得 那之前呢我是 One X嘛 也就是因為之前One X覺得是很好用 那想說如果再多一台360的話 可以帶更多不同角度的拍攝畫面 那應該很棒 尤其因為 這影片基本上全部都自拍為主 那因為是模組化的方式我覺得它比它厲害就是因為我可以換成4K鏡頭如果要把它當成 Helmet Cam 就放在安全帽上面拍攝的話 也可以取代GoPro 那是我原本的想法啦 那我入手之後呢我要說 這台相機呀是我用過 最多 最多問題的相機了 沒錯那個 比GoPro還多 GoPro相機呢 其實本身 就是容易熱當嘛 然後 莫名其妙就 就是死機 那這個問題呢 是不只是 之前有當機的問題 我覺得它 可以說是 未完成品啦 但是 但是我要說 這台相機現在是我最常用的 運動型相機 不只是 騎車帶的畫面 我覺得是跟家人出去玩的時候最常用的相機 其實就是1R 那我就先來講講它的問題好了啦 那我剛拿到這相機的時候我帶它去騎車 結果拍了很多畫面 待會兒才發現 畫面後面 是霧的 完全是模糊的 結果才發現原來是因為這個360鏡頭這個模組 你起久的時候它過了 它開始熱起來的時候 會起霧 裡面可能是有些濕氣 所以會造成起霧問題 後來上網排完看 其實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然後後面 開始有人提出解決方法嘛 然後別人是說 因為它是模組化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 像換其他鏡頭的時候 它本身這邊的插頭 它並不是完完全全面密封的 所以這邊 平常放置的時候 可能裡面外面有水氣進去 或是不同的濕氣 進去的時候 在它 機子裡變熱 可能沒有地方出去 然後就會從鏡頭那邊出現 那後來遇到問題是 我在後院然後在玩水的時候 我覺得它只是掉到小小的那個 那種 充氣水池裡面 結果 就再也開不了機了 我還蠻訝異的 因為我是裝殼 然後全部USB 蓋子啊 全部是關起來 密閉的 然後照它講的一樣 只要封閉起來的話 它有說好像達到 至少是5米吧 5米的防水 係數嘛 結果只是個 小水池這樣 它就 就壞掉了 那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那也是趕快放米袋啊 想說會不會是進水或什麼的 才發現那個電池的接風出那邊有一點水的痕跡 所以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防水部分那個沒有做好還是哪裡有進水 很難奇怪的 也許可能是那個時候剛好遇到瑕疵品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客訴換了一台回來 所以這台其實是第二台 那 這次這個第二台比較有趣的 我發現它 的 那個 三角形鏡頭 的模組不太一樣 它的外殼呢 原本是塑膠的 後來變成金屬的 那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改變 不知道是不是散熱 還是可能它本身內部又有做一些設計上的調整 所以我在用這個拍攝的時候 就再也沒有遇過任何 就再也沒有遇過任何的起霧的問題 那我剛剛說我想要拿 4K的方式 加在安全帽上去拍攝嗎 那我去試了 那個 那個畫面 很遺憾 不能使用 因為廣角實在 太不廣角了 它已經寫ultra wide 結果其實 我覺得沒有到ultra wide 尤其跟go pro相比的話 那它最近後來的那個韌體更新 有更一個什麼 更好的pov模式 但它只是壓縮上下給你的那個 的那個 畫面 還是沒有達到它廣角 去做更大的廣角 那我不知道這是 本身鏡頭的limitation 它的限制還是 是可以再用那個 軟體更新 然後去做改進的 但我就覺得很可惜啦 因為 每個人說拿這個可以直接看看未來可不可以取代go pro 結果 就因為它廣角的部分 角度就不夠廣 所以不行 那另外一個問題 我買了這個 USB-C的adapter 這個比go pro的 你看光看它的尺寸 小多少 對不對 我覺得本來就應該要賣上這種的 姿勢的adapter 然後去裝 你可能有外接麥克風或什麼的 怎麼會像go pro一樣搞那麼大 然後 你安全帽還要想辦法放個位置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 裝這個 插機測試啊 受不到音 完全受不到音 完全受不到音 然後後來上網去看才知道原來 插進去的時候呢 照理說 它應該要顯示 就是當你配麥克風的時候會顯示一個 呃 麥克風的圖案表示有正確 就是它會開始從那邊 接收你的音源 應該是要這樣子 可是我插的時候就沒有那個畫面 沒有那個顯示 我到後來就是 壓很緊的時候才發現 壓很緊的時候才出現你的那個 麥克風畫面 表示它接觸不了 那這點我就覺得 非常可惜啦 這個音質 這音質你去看其他人的實測 其實音質也 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這相機真的應該要加強 應該是在 軟體部分是可以改進吧 那再來 設計上我遇到問題是 它旁邊的USB開口 這邊 這邊 這個看起來好像一個小小的蓋子 很方便蓋起來就好 但是 實際上超多常使用 因為加上殼之後比較深 你要去蓋緊的時候 我覺得遇到一些問題 不是很好蓋 然後加上 我之前有一次遇到問題是 我蓋的時候 然後旁邊這個 因為旁邊是上膠 防水的那個 Gasket 防水環 然後這邊 有時候在往下壓的時候 可能我角度不對 夾到了 結果夾到之後呢 就夾裂開 夾裂開 應該就對它防水 大打折扣了 那我覺得 真的很可惜 因為我不知不覺就可能把它用壞了 我覺得它蓋子應該要做可以像 GoPro那樣子拉出來的方式 因為它做現在這個方式 每次要蓋進去或拉出來 我都覺得 有點辛苦 好啦講到這麼多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我現在還是最常用這個商機呢 因為它真的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360的方式 我直接 帶出去 我不然是騎車 我跟家人出去玩 跟小朋友去騎腳踏車 帶出去外面的時候 我直接架著 我直接拿著 我就可以拍到畫面 從1X開始到1R 它的手機APP做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 我在外面 只有拍到小朋友去騎車好了 他騎他的平衡車 然後我馬上 我可以用手機去做編輯 然後就 傳出去share 然後接近給我老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方便 我沒想過可以這麼的快 它裡面有些特殊的功能送給你 比如說你可以追蹤人 或是可以利用手機 然後自己去看畫面 去做調整 拍攝去記錄你的那個 剪接的那個角度 那個都很快 那個真的是方便 所以我搞半天我覺得 那應該是它 最大的賣點啦 那它本身其實手機有提供很多那種 特效 比較好玩的東西 讓你可以去嘗試 我都沒有去用啦 因為我主要就是要它的畫面 所以我沒有去玩那麼多特效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對於傑德來講的話 一樣 我不管我試什麼車子 我直接加上去丟 把它綁在鏡子上 把它擺在別的地方 因為它就是全景相機 你就全部拍 帶回家 然後再後製 再去做調整 就好了 就省下不少時間啦 因為之前我在用GoPro 比如要拍我其他角度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看 會抓很精準 那310這真的就不用 真的很方便 啊差點忘了提 它的最大賣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好用 它的防震 Flow Stabilization 它尤其是310的部分的防震 我覺得 這真的很厲害 除了太大的晃動 也就是說如果你騎車 你綁在身上 或是你架在車上 那個劇烈 桿子在晃動 從那沒辦法救啦 這實在是劇烈晃動太大了 但是 在不晃動的時候的那幾秒畫面 真的很屌 真的拍出來其實很酷 所以在紀錄的時候呢 如果是拍攝短片的話 剪接可能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全景紀錄 然後這麼大晃動的話 可能會不太好 但是如果手持 像我剛剛講的嘛 手持去拍攝 然後 比如說你要拍別人 拍小朋友 跟他去跑跑跑跳跳什麼的話 哇 根本不用擔心 這是 畫面震動的問題 那如果你是夜拍的話 比較暗的時候 你架在車上 一個固定比較穩定的地方 他只要固定到你車上 他抓到你車子的 reference point 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 防震是 是很好的 晚上的畫面 我之前在拍攝的時候 當然暗了一點 因為要做調整 但是實際看你會發現 那個畫面是沒有晃動 也不會模糊的 那說到夜拍啊 他之前主打那個 1英寸的鏡頭嘛 其實我覺得那是他 最強的 賣點之一 而且我甚至看到有現在 有很多人 的那個模組可以改成去接 其他不同的鏡頭的模組 就是外接更上去 那還蠻誇張的 我覺得那個可能 可以 讓他整個系統更強大 所以我現在是還在 還在考慮啦 我不知道要不要 要不要入手 還在想 好那今天就談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知道沙汁對不對 恩 嗯嗯嗯嗯嗯